今天我们发布的《香港轻能则》八评书 会集80专家的意见 我们希望在政府制定今年的第二季 我们预期出现的《香港轻能发展策略》的时候 能制定一个有利对业界的一个政策框架 以及趁机会发展绿色金融科技和绿色金融 以未来的轻能经济发展融入国家的大力局 就带领我们在香港组入达到60排放 多谢陈晓峰议员今天提供场地给我们 多谢你 谢谢 我们也这次荣获特首地政策组管理研究项目 是发放这个策略性公共政策研究资助计划的 或者是一个资助研究计划 他们也给了意见 我们也多谢这个特首政策组 香港在2020年的时候 其实已经说了在2020年的时候 已经达到炭中和了 亦发表了香港气候行动蓝图和香港电动车谱的路线图 亦提及到轻能是一个有助研料检查 是一个研料可以帮助检查 当然我们那时候比较早期 但现在轻能才会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能源 今天是我们会发布的一件事 当然在国际能源处于IAA 估计2030年的时候 轻能的需求会达到1.5亿公顿 亦都见到全世界趋势都是这样的 有地方有很多自己的standard 中国自己的本质都会想做好这一方面 我们在国家里在2022年的时候制定了 轻能产业发展中长期的计划 在这个世界里 就会成为一个很大的轻器生产国 所以我们作为在香港 我们都要发展这个 黑不容忍地配合国家 配合轻能和高实量的发展 香港自己本身有独特优势 其实有两个人 第一就是说香港自己本身是一个国际的桥梁 我们配合祖国和联系全世界的 我们就要把这个机遇 将内地成熟的兴气的能源输出国外 令到我们更加可以带到国际美国 第二就是我们在香港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和绿色金融的关系 我们促进资金进速内地 向我们各行各业 例如GREENFIRE就是这种东西 和GREENERATIONAL 往后来看 是一个很长的机遇 我们看到这个投资有快速增长 我们希望可以将政策 规模化发展 将它的资金进出内地 就会令到香港的角色更加准确 更加有用的国家 我们会由私会的研究分析员曾荣 为大家分享研究结果 亦都很荣幸之后 邀请到议员、轻能永远的专家 和学者一起讨论 如何使善用绿色金融分类 去建立轻能政策的框架 今天就多谢各位来临 请一份六部 邀请一份六部 邀请一份和各位 panelist 可以上前一齐写一张照片 大家快点 好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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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好 有聲音 有聲音 等一下 接下来的15分鐘這個時間 我就會為大家介紹一下 香港《興民政策》白旗書的現行項目背景 白旗書裡面的內容和白旗書的建議 首先剛剛提到 這個研究是《香港特區政府策略性公共政策》 研究資助計劃 這個研究的主題就是 促進《興民在香港運輸界》的英文 當初提合了三個比較關鍵的三策 就是去建設一個全方位的興民政策 是灰興到六興的論文轉型 而且能夠對折內地的興民發展 團隊就利用了深入的實證研究 以及與前者的對話 提出了這個政策建議 以及加強了政策的修訂 這個研究項目是會有五期的研究報告 即是會不知 這份《香港興能策略法》篇書 就是研究項目的第一份報告 不同國家都提出了對炭中和的一個原景 內地會努力爭取在2030年前實現炭達峰 在2060年前實現炭中和 而香港政府定立了一個智力 爭取於2050年前實現炭中和的這個目標 以及2030年前香港的炭排放量 就是在2005年的水平減半的 現在不同國家都視興能源 是可以實現炭中和和去減炭不可滑缺的一環 興能其實就是利用氫氣去作為能源使用 在使用的過程中 是不會產生二氧化碳排放 是一種可以替代化石燃料的潔淨能源 那麼興能的製造過程 亦都有區分不同的顏色 例如綠氫 綠氫就是可在生燃料 去電解現成的一種氫氣的種類 它的製作過程幾乎零碳 成本比較高 而氫氫就是用化石燃料 去製造出來的氫氣的一種種類 它是現在普遍最常見的一種氫氣的種類 但成本比較低 而且是會產生碳排放的 而氫氫就是和氫氫的製造方法一樣 只不過它的二氧化碳排放 是會利用到碳部落技術去封存 避免到二氧化碳排放 就會排放到氫氣層 那麼興能呢 就可以用在不同的範疇 比如說是能源生產 交通運輸 工地設備和工業製造等等的應用場景 就住交通運輸的層面來說 大家都可能會問 其實現在電車已經更普及了 為何還要使用輕用呢 那路面運輸來說 重型貨車和巴士這些噸數比較重 就會因為它的充氣時間短 還有那些更加承受到更重的噸重 佔有一個優勢 而現在的船和航空業來說 都仍是很依賴化石能源的一個區域 所以在能源轉型來說 輕能是可以做到一個很好的優勢 剛剛提及了很多輕能的優勢 其實直至2002年 全球有32個政府 是訂立了政策去驅動輕能產業的發展 內地來說 國務院在2020年發表了 新時代的中國能源發展白皮書 這個白皮書明確提出了發展輕能產業 內地現在是全球最大的興氣生產國 亦擁有一個懸舍的產業鏈 他四年間透過成熟的政策制定 去了制定監督和執行輕能政策 香港來說 在就政策制定和提出法案的這個層面上 立區政府會在今年內 即是未來的一個月 會制定到香港能源發展策略 亦都會進行相關的法律修訂工作 並於2025年向立法會提交 香港輕能發展技術法案 去形容有令的本地輕能發展的環境 就著政策制定和提出法案的這個層面 特區政府在2022年成立了 輕能源跨部門工作小組 這個工作小組由13個決策局和部門 去到統籌和推動香港輕能在本地使用 他的工作包括有機電工程署 就著氣體安全條例的修訂建議 他在2月中至3月中進行了業界諮詢 亦都有制定輕燃料的技術應用指引 以及審視並原則上同意 輕燃料本地應用試驗項目的一些申請 好 見到政府都密落地 籌備香港推動輕能源的使用 大家可能會問 為什麼會選擇輕能源技術 未成熟的時候去發展輕能呢 其實香港也擁有它自身的優勢 第一 煤氣是有 香港是有長達3700公里的 煤氣管道在貫通港九新界 是接駁到住戶和工商業戶的 當中去提供煤氣 而煤氣有49%裡面是有氫氣 所以提煉了氫氣出來 就是為了輕燃料電池產電 可以為了設備去發電 亦都是大大減低了露面運輸 這個氫氣的運輸成本 第二 香港其實是鄰近佛山 而佛山是廣東省的 輕發展產業的一個先行示範地區 就住這個地的優勢 香港和佛山是可以促進兩地的交流 而是交流他們燃運輕能之中的經驗 第三 香港有鄰近石油氣車輪 即是LPG車的燃運經驗 就住氣體安全 甚至是在隧道行駛這些車輪的方面 是可以累積到一定的經驗 最後就是香港的廚餘 如果經過特別的處理 當中的煮氣是可以提升氫氣 專費為能 可以長遠確保香港的陸輕製造和供應 剛剛提及了三個研究項目的背景 分別是第一 以輕能靜探中國 中國和本地政府現在的政策發展 和香港自身的優勢 團隊就住這三個研究項目的背景 去提出了一個全面針對性和客觀的政策建議 那三個研究方式分別是 案頭研究、Desk Hub Research 就是去做對比分析 中國、內地、日本、韓國等主要 亞洲國家的輕民發展趨勢 第二就是透過研討會 和持份者溝通 即是Stakeholder Engagement的方式 去匯聚80多位輕民領域專家 去探討香港輕能源 尤其是在運輸界別的一些前景 而第三就是舉行了工作方 和專家訪談 就是以Expert Discussion的方式 去討論香港輕民源發展的難題 以及提出解決的方案 好了 當著亞洲國家而言 日本和韓國分別是 在2011年公佈了輕能發展路線圖 首先日本來說 日本的經濟產業省 出台了輕器燃料電池戰略路線圖 就著發展輕經濟方面 日本非常著重科研發展 以及保險業的參與 就是去推出一些解決方案 去確保一個端對端的解決方案 以及保障日本的輕民業界 為了對外商貿發展的一些保障 而韓國就有出台了輕經濟路線圖 就是依賴一個輕能源網絡 就是一個13間企業去合資的公司 去刺激輕能的商業項目投資 亦都有用到商業銀行 去提供一些私人的融資服務 可見這兩個例子 其實國家在發展輕能 是非常強調業界的合作 看回內地 內地在推動輕發展的政策 其實可以歸納著四大類 分別是環工政策 綠色科技創新政策 稅務優和鼓勵措施 以及地區政策等等 就著地區政策來講 自2021年8月起 內地政府公佈了輕能產業示範性私困 分別在五個地區 包括北京 廣東、河南、河北和上海 去探索輕產業鏈 就著產業鏈這個層面來講 香港現在只有在輕燃料試驗技術 和研發方面有這個進展 相比在供應氫氣方面 始終始於一個比較初期的發展階段 所以業界為了更加了解業界的觀點 才會和團隊進行了分別的研討和工作方 去更加想了解究竟本地的業界 是如何看輕發展的前景 業界人士都表達了他們有意參與香港未來的輕經濟發展 只不過他們在同時面對基建不足 成本高昂和目前的輕能政策 未夠完善的這些種種因素的環境 之後的工作方便邀請了專家去提出解決方案 然後就可以歸納成這六點的解決方案 分別就是去建設一些共享輕能機建設師 評估香港的需求 去解決一些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 去建立鼓勵機械和投資模式 提供公眾人士對輕能的理解和可信成功 以及就是制定一個階段性的 木卿與灰卿的佔比的一個目標 歸納剛才所提到的研究項目背景 以及業界調柵他們提出的一些建議 白皮書則此建議政府是應該要制定一個 進去的政策關架 包含以下這四點 第一建立輕能產業創生地下 統籌輕能機設基建設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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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白皮書藉此鼓勵香港領域可以採取一個基於實證的綠色金融政策 就是助力本港興民經濟從灰興過度至流禄興 金管局在本年度日5月3日發佈了香港可持續金融分類目錄 這個分類目錄是與內地的Green Bond and Dolls catalog 即綠色債券項目支持目錄 Yield Taxonomy 和 Common Ground Taxonomy 共通分類目錄等等的這些國際間的金融分類目錄是去到折軌的 所以興能業價可以根據香港現時的綠色金融分類的這份目錄去界定符合氣候目標的興起生產和使用方法 就是去刺激興能相關項目的投資和發展興經濟業令到本港有一個興能經濟風暴發展的 到了這裡大家應該都會對香港的興經濟有一定的認識 接著來這個時間就會是座談每一環節 就會邀請到立法會陳學峰議員、香港科技大學助理教授陳教授、環境社會企業管治及基準學會環保委員會主席、 黃主席、香港城市大學董教授和香港興能聯盟比書長和比書長 就是去分享如何善用綠色金融分類去建立香港的興能政策群 好 有請請問黃主席 大家好 我是私會政策研究所的行政總監 姚進業 我今天很榮幸 有陳學峰、陳議員、Victor、Professor Keith、Professor Don和Peter 他們一起參與我們這個檢討論 其實我們剛才在曾榮去做簡報的時候已經有說到 其實香港是可以透過綠色金融的政策 去解決到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其實市民是有這個期望 就是政府推動這些綠色政策的時候 其實市民是不想去完全綠色 但是我們亦都同時面對著一個問題 就是基本上現在六兄的工業物裝 六兄的價錢是非常貴 而且簡直是很難找到一個源頭 即是有雞還是有蛋 最後就是如果我們今天不建設好我們的基建 那麼他朝有六兄來的話 或者六兄是普及的話 其實我們都未必是用得到 但是我們怎樣去建立市民的信心呢 所以我們今天就可以由這個兆進討論 由這個panel的discussion去討論一下 我們怎樣透過剛剛公佈的綠色金融的分類方法 是來幫我們去未來做出一個展印 從而幫香港可以慢慢去由現在的灰燼 去蓋入到未來的六兄 那麼今天很多謝各位的參與 陳議員 那我第一個問題我想先問一下 那就是香港作為一個特別行政區 那麼我們在國家政策層面上 其實對發展輕立方面 其實有一個什麼的機遇在呢 我想香港呢 大家剛才聽到的白皮書 我們其實香港的輕立政策 比其他地方都是遲的 但是某個情況 我覺得我們有一個後發先至的優勢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我們城市比較密集 我們很多基建的設施是優良的 我們也有我們的科研 很簡單 剛才白皮書裡面都說了梅希 它是一個很完善的模學體系 其實據我的了解 現在其實運送輕能是一個比較困難的 在技術上有些 可能一半半的運送 可能會成本貴啦 安全性大家都會質疑 但是如果我們用好我們的煤氣網絡 剛才都說了白皮書 我們有49% 接近50% 是可以透過煤氣網絡 運送輕 如果當中能夠即時提取 分輕的話 我們的運送的成本 我相信是會明顯 比其他地方有優勢的 這是一個重點 第二 我們現在有很多波源 其實大家都會留意到 我們最近香港有一個輕能的巴士 雙層巴士 剛剛落地走 其實巴士公司 也不跟我們反映很久 他們也在政策上 要爭取很久 要到超過一年才能夠落地 其實這間巴士 已經是一年多前到香港 所以如果我們特區政府 也很幸運 昨天 局長說了 我們接下來都會盡快推出 我們的輕能發展策略 我們很希望這個輕能發展策略 不再是一種 再研究再研究再研究那種狀態 我們希望它真的能夠推動到 尤其是實際操作上 怎樣去做得好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市民的生活的感覺很簡單 它很支持坦東和 但是怎樣支持呢 我相信就是一個日常生活裡面 可以體驗到 我想交通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但是現在可能很大部分 在交通運輸上 大家會集中在重型的貨車上面 剛才白皮書也說過 海、空 其實運輸用的輕能 發展空間也很大 我們作為一個國際的航運中心 尤其是空運上 我覺得我們有很大的空間去推動這件事 所以我們很希望 未來在這個政策上 政府都能夠大都夫婦 去做一些大膽的創新 再加上配合支持科研 在各方面能夠推動整個輕能的產業 更加重要的是 我剛才和幾位專家都溝通了 我們本身在香港有一個優勢 我們聯通國際 其實我初步掌握一些 一些氫的標準 灰氫、陸氫的標準 其實在世界上都有點參差 我覺得香港正正可以成為一個展示的平台 讓國際知道 原來香港用這種標準是做得不錯的 將來慢慢慢慢成為世界的一個同一個標準 我相信也能夠為我們幫助國家去推動這件事 還有一個優勢 就是剛才你們分享 佛山其實很接近我們 我自己也都在去年的暑假 也都親自去佛山去參觀他們的輕能發展 其實他們做得不錯的 除了在一些貨運上 在日常的私家車 甚至乎他們的小型的電單車 都在用這種輕能 這種衝撞對於我們來說是相當方便的 因為我們可以隨時拿到香港 即時使用 並且我們不需要自己搞很多大型的運輸基建 我們甚至乎在佛山區那邊 如果又能夠很方便運到過來的話 我們就馬上用得到 所以我覺得在協同效應上面 我們都能夠發揮到一個優勢在這裡 在展示、協同效應等等 創新、在政策上 只要能夠配合到 我相信香港是絕對有這個空間 成為一個輕能的指示區 並且我們還有一個很優勢的 就是我們金融業 如果我們能夠將輕能的產業 和金融 尤其是碳排降、碳中和等等 這些金融的產品結合起來的話 我相信香港一定會成為一個 很好的展示平台 謝謝你 陳議員 我還有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就是香港的議員其實都沒有前線性 你會寄予香港未來的輕能發展 有什麼期望呢 我想我們的期望 第一就是金融業 因為一個綠色的金融 其實在香港是一個很未來的發展機器 大家都看到我們的國際金融中心 如果能夠結合綠色金融 綠色債券、股票等等 這些能夠走一步走出來的話 我相信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會更好 第二就是我自己都覺得 香港是一個國際平台 大家都會看著 如果在香港用得到、用得好的 我相信大家都會有信心 多謝你 陳議員 因為我都會看到 我也很同意 因為其實我們看到佛山 雖然廣東山 是有很多化工廠 是可以做到灰氣 但運回去佛山那時候 再拿去加熱量賣 其實額外會加到成本 其實我都看到內地有些 研究問題 其實成本已是一公斤 需要百-十二元一分錢 只是做一個輕企的運作 變成香港我們有這個回憶本道的網絡 其實是可以幫我們 真的有機會是省到錢 是便宜一些 還有更加有競爭力 再加上就是融會不同的stand up 還有我們那個市場 是真的的經濟是非常之好 那說完一些樂觀的事情 那我都知道市民是會很擔心 就是興起的安全 因為就是差不多一百年前 這個母號是飛船在爆炸 其實大家都在目的 不過今天好在有Victor這個安全專家 Victor你作為一個安全專家 又會覺得發展輕人作為這個氣體 香港有什麼地方是要特別留意的呢 謝謝師傅的了解 我真的從事安全就38年了 就做正業安全或者甚至是氣體安全這方面的工作 那很明白大眾對於一些氫氣 一些新的氣體有些擔心 會不會很危險 這個是明白的 但是我亦都想跟大家分量 其實在過往來說 剛才那些朋友也有說過 培氣裡面差不多已經有一半是氫氣的 過往一百六十年 其實大家都在用部份的氫氣 每天大家在家 主辦也好洗澡也好 都在用這個氫氣 所以不需要在這方面太過擔心 還有如果在過往 我們都做過一些比較的 例如在香港的安全水平 和歐美的鮮水國家 或者甚至和國內 我們的氣體安全那方面 都是最好的一個國家和城市之下 我們是對於氫氣安全的優勢的地方 就是因為在很多國家 其實它已經轉了 國內已經是轉了一個郊氣 但是我們香港仍然都是在用工會氣 所以我們對於氫氣方面的認識 在其他國家地方來說 我們是有一個優勢在這方面 在1991年 其實香港政府基建工程處 都已經有一個氣體安全事務處 是規限管理處有關氣體安全的方面 包括一定要註冊的氣體供應商 它一定要有充分的相當的知識 有一些充分的培訓 接受的培訓 安全管理制度各方面 去規限這些氣體供應商 今年2月基建工程處都已經提出 將這個氫氣擺在氣體安全的一部分 所以在這方面我覺得大家不需要擔心 過往我亦從事有關於氣體洩漏方面的處理 在香港消防署 其實對一些氫氣的處理方面 其實他們已經是很熟悉的 個案來說 如果處理得好 所以在這方面來說 不需要特別是大家擔心 但是同時 氫氣來說 那個特性 可言超短是很平的 由4到75% 但如果相對於石油氣 以前我們都用了石油氣加氣 它有2到10% 但是氫氣的好處是說 如果一洩漏之後 在一個空間來說 一洩漏基本上 就飄在空氣 就飄散了 而不同的是石油氣 石油氣如果是洩漏了的話 基本上會墜在這裏 有原先料就會爆產 很多人剛才說 很擔心 關於氫氣 是不是很貴 這方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世界上 其實很多的國家 很多的政府 都在想著 就是說 其實將來的氫氣 是會越來越便宜的 特別是濃氫的 為什麼呢 因為將來越來越多 可載新能源 Solar Panels 或者Mine Power 這些這麼多的 reliable energy 基本上 平野版有沒有人容現 沒有人用的 沒有人用的 會有機會 很多時候是浪費的 例如說國內的例子 例如在新疆金屬 那些風力化電所 基本上一年 有差不多20-30%的電力 其實是流失的 如果我們是可以能夠 將這些 保用的電力 基本上是一個很便宜的電價 是用來做這個氫氣 其實我們可以將我們六星的價錢 是可以盡量推低的 在過往來說 比如我們Solar Panels 在過往20年來說 以前是很貴的 但最近這20年 其實Solar Panels的價錢 已經跌了差不多九成多 譬如我們Fill Sale 最近這10年來說 其實Fill Sale的價錢 是跌了30% 是30倍 而它的能源效 提高了50倍 早幾天 大家如果留意一下 有一間澳洲初創的企業 它發現了一個電解 電解氣 是可以過往一般上 我們說的Efficiency是70% 但是它說是可以去到95% 所以我們看到 在波及各方面的發展 其實我們有機會將我們六星的價錢 一直是可以推低的 所以我覺得另外一方面 就是分享 譬如新加坡 我們最近的一個城市 它們也出現了 也有Hydrogen的策略 就是10%到60%是低碳的Hydrogen 而且它定了這個目標 最重要的是 要找它的供應商 所以我覺得我們香港定了的目標 一定要在周圍 在國內也好 或者在澳洲也好 或者在哪裏也好 找到一些低碳的供應商 讓我們在這個氫氣方面的使用 我今天和大家分享了這麼多 Vinter 除了你是一個安全選家之外 我也知道你是一個ESG的專家 其實你會見到的就是 未來在ESG發展方面 怎樣去解決了 雞和雞打的問題呢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項 就是我們先推行有關氫氣的形容 因為剛才阿神也說到 我們去年我們也知道 城巴的車來了香港一年幾兩年 都未能用 所以我們在應用方面其實是比較慢的 所以我覺得 如果我們先去試一試 不同的有關氫氣的應用那方面 到真的有氫氣 有六氫或者各類氫氣來到香港的話 我們會太前 還有大家都會說到 我們香港真的有個氫氣這方面 有個優勢 我們有很多氫氣專家 很多人才 我們亦都有一個 譬如灰氫的供應各方面 這些都是我們既有的優勢 甚至乎在一個安全水平的方面 我們都有譬如VMN 在紀念工程處都有一些專家 監管著我們 這些我們的優勢 我們應該是將來怎麼去發揮 我們的優勢 在這方面我們可以再做得好一點 不好意思 我用普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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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非常感謝這次機會 就是說很多我們都知道 就是相比於這個 其他國家 國內實際上這個氫能的產業規劃 做得非常的完整 那麼大溫區來講的話 它實際上非常重視這個交通部門 那麼這個氫能導入 想讓大家去看 它的很多產業規劃和十四五規劃 那麼它對這個大溫區這個區域 比方說它的氫能汽車 它的加清站這個個數和導入率 做得非常詳細的這個規劃和指示 同時的話 它的補貼政策也非常的清晰 比方說它明確規定 就是說這個加清站大概會有50%左右的補貼率 因此的話可以非常細緻的 去指導這個整業產業的一個推進 另外這個大溫區比較好的一點 就是說它已經對這個產業布局 做了一個初步的部署 比方說 在它的十四五文件中 它就明確的規定出 像貴州 像中山 它們可以作為這個青銅的生產頓 那麼像深圳和這個廣州 可能是作為一個研發 因為其實深圳可能是 將來也有可能融入到金融的一部分 因此的話 它們對整個全產業鏈的 整個產業之中 有一個比較完整的一個支持 那麼將來可能會進步 這樣可能是進步 需要從一些比較具體的 比方說一些經濟政策 包括一些成本效益的 比較細節的地方 可以進步的去改善 非常感謝大家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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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我 謝謝你 謝謝你 其實這個報告中 大概非常詳細列了一下 日本和韓國的一個政策 它們有一點跟國內是類似 就是說它們對這個整個產業的一個 定量的規劃是非常詳細的 比方說 日本明確規定到2050年為止 那麼這個青銅的導入 會貢獻日本的產生核10% 這10%的數字是非常明確的 那麼韓國也是非常明確的 提出了到2050年為止 那麼它們需要導入多少千萬噸的 輕能利用量 因此的話就會對整個產業有一個非常明確的 和氣質的一個帶動 那麼另外來講的話 可能是相比國內日韓的另外一個特點是 加拿在日本待過 就日韓他們有一個非常大的一個特點是 他們做任何事情非常重視這個 他們叫FIS就FILLEMIST 也就是口行進研究 因此咱們會對這個這個事業 比較輕能這個項目和事業的這個 成本和收益做一個非常詳細的分析 那麼以此為基礎去制定非常可行的 比方說商業合同 他們甚至是會去研究這個合同價格 該等的定價 那麼比方說我們在報告中的土西跟土八 實際上是大概列了一下日韓的一個 商業特點 說在日本的話 那麼他們為了去服飾這個 輕能企業的發展和鼓勵 那麼很多機動界和企業去參與輕能事業 那麼他們實際上推出了非常詳細的政策 比方說 細調 比如說假設這個企業去參與輕能事業的話 那麼你將來這個破產重組的這個優惠 你的這個研發的這個補貼優惠 你的稅收結本優惠 都非常精確 比方說從15%到30% 這麼一個非常定量研究 同時的話 我們都知道可能是推進輕能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點 就是說 我們怎麼能夠通過擴大這個需求量 那麼去促進這個輕能的這個成本優化 因為從技術經濟來看的話 這個假設這個需求量提高了 必然會降低這個單位成本 那麼日本比方說也是非常鼓勵這個企業 那麼他們通過一些比較宏觀的和微觀的經濟措施 去鼓勵這個企業去參與和擴大 比方說國際市場 比方說日本銀行和這個Nexi 就是日本的這個國際保險公司 他們明確的針對輕能事業 他們是推出的貸款產品和這個保險產品 那麼從而去鼓勵這個日本企業 那麼去海外開拓市場 那麼從而通過海外市場的擴展去降低和優化其他成本 那麼韓國市場更特殊 韓國市它一個特點就是說 它不僅輕能 他們有一個非常 一個特點就是他們會有 他們有很多這種SPC 他們叫Special Purpose Company 那可能是類似一些 呃企業聯盟和這個協商者 就SPC會幫助去對接不同的企業和平台 比方說他們會幫助企業和園區和這個政府去對接 那麼從而 比方說做一些價格的協商 包括成本協商 甚至比方說一些基礎設施的建造成本的協商 因此的話 韓國也是在這個商業投資上有非常稀釋的推進 其實假如我們去看日韓的很多措施 我們如果只去關注這個關鍵詞 比方說日本Nexi有著保險的創新 那麼日本銀行有著這個貸款創新 那麼韓國有著這個商業合同和商業模式的創新 實際上這些關鍵詞都是香港的強項 因此我本人非常有信心 就是香港將來肯定也能夠 比方說對接大灣區 甚至可能是對接亞太的一些輕能產業佈局 那麼從這個金融 從這個預作創新 以及和研發上可以提供非常重要的這些 我本人是非常有自信的 非常感謝大家 好 謝謝你 其實還要到一個問題 這是陳議員 剛才有錯這個三角這個公交車的一個 有一個問題的是 我們三角都是完全是一個公司 但是國家都是國營的 就是要很多補貼 但是就是三角可以怎麼去學習 拉帝跟日本跟韓國去 來做三角自己的這個公交車的影響 公司的這個operations model business model 其實假設你去看韓國的很多商業模 它不是它是沒有補貼 在韓國很多那個商業模式 它的投資回收期 甚至可能只有一到兩年 就是他們會他們的學者和企業會合作 他們通過比方說去共同承擔一些紀錄格式的建設 那麼可能初期可能需要和這個補貼 但是從中期到長期來看的話 就會逐漸實現這個商業化 我本人其實 本來也是就是 從可持續投資角來看的話 就是 現在很多看中國的事業 可能是過度依賴補貼 不是一個非常可持續的事情 我們是希望能夠在初期 那麼有補貼 能夠使這個事業進行孵化 那麼從中長期來看的話 可以通過很多非常精巧這個商業模式設計 和這個作弊 那麼逐步去擺脫補貼 從而實現 從這個以Public Finance為主的這個資助模式 那麼轉移到以這個Asset Finance為主的資助模式 可能是一種更好的方式 因此其實我也希望港府能夠就是說 一方面在初期進行一個有效的補貼 比方說有一定的補貼率 那麼更重要的可能是在中期跟長期 我們能夠通過一些更好的模式設計 比方說怎麼去做這個PPP模式的改善 然後包括一些其他商業模設計 那麼逐步使這個就是說輕能這個公交車 包括這個部門之間的合作 那麼形成一種就是說 可以去從可以提升資產價值這麼一個角度 去變得更加可持續 這裡面其實很多時候需要多方的進行合作 比方說跟這個ESG的標準也相關 銀行怎麼能夠更願意去投資等等 都會有直接比較系統化的一些問題 非常感謝 好 謝謝 然後根據董平塔 Pieter 我知道你是香港輕能聯盟秘書長 其實可否更加一下你的會 其實成立的目標是甚麼 好的 香港輕能聯盟是今年年初成立的 我們的目標很明確 就是推廣香港輕能經濟 我們主要具體表現在四個方面 第一就是作為和政府溝通的橋樑 代表業界提出我們關心的問題 以及我們作出的建議 第二就是建立一個行業的上游中游下游 和學術界和金融界的網絡 和家人經濟溝通 第三就是促進這個輕能人才的培養 第四就是成立這個輕能項目的資料庫 謝謝你 其實現在香港的輕能經濟禮 其實都是剛剛起步 其實都會見到是很被動的 你會見到現在業界的取態 你會留意到有甚麼情況 業界基本上對香港輕能政策有一定的期望 第一就是香港輕能的經濟發展的定位 這個定位就是我們可以在一個掛重 譬如我們用金融推動輕能經濟的定位 第二就是從我們輕能的標準認證 一個認證中心的定位 第三也是一個叫做輕能應用的示範窗口 推廣我們中國的輕能技術出口的定位 第四也是研究開發中心的定位 除了這四個定位可以馬上短期內做之外 我們覺得在中長期也要考慮 我們在海上加注輕能或者加注輕甲術定位 作為東南亞海上加注中心的定位 這個也是新加坡極力爭取的 最後一點剛才也有講過 議員也有講過 長短來講 香港也可以成為一個 航空上加注輕 或者輕的一個原料 輕生產原料的一個定位 第二就是我們也期望 政府對這個輕的定義 就不要是一個客義的定義 在一個廣義的定義 就是包括輕和輕的其他載體 譬如說這個是安 這個甲醇 這個固體輕的載體 或者是液體輕的載體 第三我們就覺得 目前來說 雖然我們在方向上是比較明確 但是在量化方面 我們在一個量化目標 相對其他國家 我們沒有一個明確的一個量化目標 譬如說 新加坡到2050年 它百分之50的發電方面 power 或者能量是用輕的 很明確 所以就算回頭 究竟如果達到2050年 50%是用輕的時候 我們的基礎建設是需要怎樣做 我們的本土建設是怎樣做 我們需要多少的進口 或者是本地生產 所以我也覺得 香港政府也可以做一些研究 究竟我們香港的市場是怎樣 以及在海上、陸上、航空方面 究竟長遠的發展 基礎建設的需要 我們需要 謝謝你 Peter 其實Peter 覺得是很適合的一件事 就是 其實政策上 應該是有一個很清晰的量化的目標出來的 因為我們 你會看到我們的報告裡面 其實Vicor是12 我們都有內地去不同的 短期的目標 還有他們內地其實都是一個長期的目標 都在那裡是令人令的 Peter 我還有一個問題 其實怎樣可以出現到業界 對新人員發展的合作 是很重要的 其實我們怎樣透過政策 去建構一個全民參與的社會 去吸引到企業 一起去推動香港的輕能發展 第一個 我相信 目前香港很需要一個中央輕能的資料庫 因為這個透明度很重要 譬如說 我們現在有14個示範項目 我相信市民大眾很想知道 這14個示範項目 它目前的進度是怎樣 我們投入多少錢 產出效果是怎樣 所以這是第一個 我相信香港只可以見到一個 是有關輕能政策方面發展的資料庫 譬如是一個網站 大家可以在網上了解最新的發展 第二就是教育 必須要從中學來做起 又普及輕能的教育 事實上坊間有很多誤區 即是關於輕能、電動車 為何我們花錢下去這個輕能 是很多誤區的 我想這些必須要從一個教育做起 第三就是要加強中小企的參與 我相信其實在德國 其實很多其他國家 韓國、日本 其實中小企的參與程度很高 不只是大公司、上市公司 才是參與這個輕能 發表了幾個香港技術 他們是參考了東盟、歐盟和中國內地的技術 去用一個基礎 亦都是參考了這個IPSF 即是國際可持續金融中心 所發佈的共通六色分類目錄 這些等等都可以幫助到 令到香港IPSF 有更加多的互用性和可比性 為何這個對於香港國際金融中心 或者這個綠色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那麼重要呢 因為香港的這個融資功能 是不應該只是去集中在 幫本地的綠色項目 或者可持續項目做能融資的 如果我們是要講輕能經濟 我們應該是去想這個economy of scale 怎樣可以發展一個 輕能經濟的一個生態系統呢 我們應該是要想起 怎樣去支持到大灣區 中國內地 甚至是亞洲不同市場的一些輕能經濟 才可以發揮到我們 國際綠色金融中心的一個角色在這裏 所以呢 我們這個香港的texonomy 其實是對於輕能經濟的發展 是一個有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亦都在我們這個市場化之上 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來的 根據我們的研討會 說回我們這個 發展本地的輕能經濟的重要性 我們的研討會發現了 現在是有多的投資者 企業都不敢放太多的錢 去這些輕能項目那裏 原因就是因為 香港暫時是對這個 綠青是沒有一個市場標準的定義在這裏 令到他們都會有些擔心在這裏 究竟我們投資者的項目 是否真的政府是認證或認可的一個綠青呢 那現在香港暫時 都是主要那個供應都是灰青 而我們在生產上都會有些尊敬 因為我們是沒有太多的再生能源的 現階段 在短期之內 所以我們主要都是如果在說 一些綠青都是靠一些進口 例如在內地進口 剛剛說到佛山這個例子 或者是澳洲那裏 那很自然地 我們進口的一些綠青 都會根據他們那個市場 有不同的一些定義和標準 那不同市場之間 對綠青的這個定義 之間都還有一些距離在這裏 就這個綠青給一個清晰的定義 那就可以穩定到一個投資的信心 穩定到一個價格 那另外呢 其實這個綠色金融分類目錄呢 都是一個非常之動態的文件 就不是說今天定了一個標準 一個譬如說這個 這個何位綠青呢 那就一直要不可以改變下去的 那其實在說 如果在泰瑪拉東盟 或者在新加坡的一些綠色分類目錄呢 這個譬如對於輕能的 碳強度標準呢 是會隨著時間不斷地去演變 今天的標準 和五年之後十年之後的標準 其實都很不同 是會慢慢地收緊的 那所以呢 如果我們可以來用這個 這樣的分類目錄 為這個香港由 灰青轉做綠青 提供一個比較量化和清晰的藍圖呢 其實都可以幫助到 香港不同的業界持分者 去參與和作為一個轉型 去提供一個信心的 謝謝你 Professor Keele 因為其實是及的 大家都看到 局長是去的局長徐坤 都有說到 就是由灰青轉為六青 其實是需要一些時間 和我們需要有基建 去支持我們香港的發展 而我們在這個研究部局裡面 亦都看到就是未來 未來可持續金融民 其實是有很大的指引性 去幫助我們香港 在未來 建立市民的信心 建立投資者的信心 以及真的有一個保證 是一個大家同樣標準的 綠色方向一致 慢慢由灰青到綠青的方向 因為其實我們都看回內地 他們其實都有說到 就是那個炭強度的標準 才會提供商業的補充 我最後一條問題都想問 我們怎樣可以再透過這些可持續金融 去鞏固到香港綠色金融中心的競爭力 以及我們應該再有一個什麼方向去發展呢 我也想回應剛剛統領教授的一個觀點 其實是很重要的 靠政府補貼其實很多業界都會說 可否政府為業界提供多一些長期的補貼等等 這些我們在研討會過度都有聽到的 其實發展這個輕人經濟 以及我們甚至普遍來說這個低碳的經濟轉型 我們不應該只是看公共財政方面 即是說公共財政如何可以 指靠公共財政支持這個轉型 應該是向市場的資金方面都去入手 所以香港政府如果可以為這個 首先為綠卿提供一個清晰的定義 另外都是用這個目錄去釐清究竟是何會符合 氣候目標的輕能生產和使用方法 去進一步為這些輕能的應用去提供一個基礎 甚至可以好像剛剛Peter所說 是將香港去考慮發展這個 綠卿認證的一個專業服務 即是善用我們本身已經有的一些專業服務的優勢 其實等等都可以幫助到去推動這個 一個輕行經濟的發展和投資的 如果當我們有種種的配套在的時候 可以更加幫助到國際投資者 加強他們對這個跨境投資的信心 這個就是對於我們香港本地的綠色轉型 或者是大灣區或者是一些其他亞洲地區的綠色轉型 都是會有一個幫助的 而最後就是回到這個人才方面 即是我們香港現在都是根據我們的研究報告 都是有一些我們缺乏一個綠色金融的人才 這些可能大家在其他場內都聽說過 我們都希望可以培多些人才去支持我們 本地綠色金融市場的發展 謝謝你 陳教授 其實今天我們的討論環節都差不多了 我們其實可以很快地歸納不同專家的觀點 其實最重要的是我們希望 專家他們分享了就是希望香港政府 可以在未來的欺能策略裡面 第一就是提供一個清晰的定義 是甚麼是綠卿 還有那個過渡是怎樣去做過渡 第二點就是怎樣去保持本地的一些優勢 例如是認證方面 或者就是我們的金融機構的能力 因為其實長遠來說 如果沒有一個優勢的金融 其實是很難去推動的 因為特別是現在我們香港的政府 都面臨著一些財政的問題 其實長遠來說真的很需要市場的力量 去幫助這個轉移 第三點就是我們香港 其實是有一個很領先的發展優勢 雖然我們起步是慢 但是我們要追上不是一件特事 因為我們已經有一個很廣泛的燃氣的管道 第二就是我們已經有一個氣體安全的標準 另外我們也有很多氣體專業的人士 就像Ricca所說 然後到最後我們怎樣可以借回一些先行者 例如日本、韓國或國內 帶回他們最好的練習回香港 去鎮定我們的政策 長遠我們香港一定可以追趕他們 我們可以真的可以回應 我見到陳議員拿了一本施政報告來 都提一提就是 施政報告裏面很著重去說的 就是香港發展綠色波 其實是可以帶動到我們的經濟絕影 和就業和吸引國際人才 帶回香港的經濟繼續發展的 今天我們的討論就是這麽多 多謝 好 多謝 好 多謝 我們開始 你好 剛才有提過 Green Taxonomy 我專門有上網 可以看那份 就是看了一些 我都搜尋Hydrogen的鍵 應該只提過 Full Cell Vehicle 也不會特別提及 Green 不過這段內有提到 關於強度的問題 其實我想問到一點 就是就著Green Taxonomy 剛才Full Cell Vehicle 也有提過 就是其他地區到底 現在是 即是走到一個Mass stage 是否已經有辣入這些intensity 是他們的Testonomy的要求 蘇巴 香港第一份 Diffing Document 順利問你 不如陳教授 我回答了一點點 我有些甚麼要補充 我會見到 其實香港的Testonomy 我們會提到 交通造別 就是它是 No N-pipe的 emission 就會Categorized 做Green 它是沒有一個 很清楚的 definition 是 Life Cycle 的emission 但我們有一些 observation 看到了 例如新加坡 那邊的Testonomy 你有看到 就是 Life Cycle 的emission 究竟是怎樣 我會見到 反而是一個機會 是我們可以借著 輕能一點的議題 來推動香港 在未來發展 一個轉型金融的方向 從而是可以學習 世界不同的好的東西 接著就是 納入來 接著就是 引領我們的發展 因為其實 發展轉型金融 很多人可能會問 為何需要 其實 Life Cycle 就是一個很好的名字 去告訴別人 是我們為何要去發展 轉型金融 不知道 陳教授會否有什麼 補充 其實 我主要都是想 補充 一次過回答 剛剛Eric的一個問題 那現在究竟是怎樣去 定義這些 這些 何謂綠色 何謂可持續發展 其實不同地區市場 那個 Testonomy 他都 有個方法不同 譬如是說 中國內地那個 他是很專注於 你是不是用在 白名單上的 科技 即我們叫做 Wire List Approach 而歐盟來說 他是說 Technical Screening Criteria 即是說 你符合 量化到的標準 例如 在碳強度 你看回 其實香港現在 剛剛 提出的 Testonomy 他是用 Technical Screening Criteria 即是用 歐盟一個 可能會說 由生產 去到 運輸 去到儲存 這些 輕能等等 他們那個 Life Cycle 那個炭強度 是怎樣 這個就是 會說 那個 量度標準 而在 這個 金管局 他在月頭 去 release 這個 Testonomy 的時候 他都提到 下一階段 就會擴闊 那個 蓋上 產業 因為他現在主要是 四大產業 是蓋上 就是 能源生產 交通運輸 建築業 以及 廢水 及 廢物處理 下一步就會多些產業 亦都會開始去行擴 這個 轉型金融的 一些 項目 所以如果 在說 輕能這些 項目 可能現階段 這一份 是未清楚 去訂很多 標準出來 但 應該是下一階段 當這個 金管局 再去 將這個 轉型金融的項目 進去 分類目的時候 就會見到多些長職 Verdin 還有 其實你可以看 第36項 其實我們都 歸納了 世界上 不同的標準 在裡面 所以 希望 可以幫助 香港的持肥症 可以更加 聯想 不同的 人類 好,Jasper Hello 我是Town Guest 的Jasper 都是BEC的 director 我想 想問一下 這個問題 就是 剛才我提到 有說過 香港現在 未必有 綠色氫 至少短期六 除了自己做 之外 一個方法就是 你們會不會有些 研究究竟 進行過來的時候 KEEP 剛才提到 Life Cycle Hydrogen 即使它來的時候 是Green 來到香港 種種的 診断 或者Transportation 會令到 它的Carbemanship 升高到多少 這是第一個 第二就是 香港的時候 它的價錢 會有些什麼 的Range 會不會 Nexe會有這些 研究呢 我很相信 就是 我們 在這個Research 裡面 未必可以做到 這麼深入的研究 但是 我們因為 的好處 或者是 我們團隊的 優勝之處 就是 與內地不同的智庫 是有一個 好緊密的關係 例如 我們剛剛看了 內地 一個智庫 在這裡說 就是佛山運送 興起的成本 大概是多少 8至12元人民貴 大概是 維州 那頭的化工廠 運回去佛山 那個價錢 變相的就是 我們未必是 有時需要做一個 全新的研究 我們可以參考 內地一些 已經有的研究 再是 作為香港 去參考 去用 因為很相信 就是 只要見到 被業界見到的 就是有利可途 其實業界 他們自己 一定會回去 做一個更深入的研究 或者甚至 真的會 做一些投資 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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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sper的問題 其實 這個 就是 現在 目前來說 就是 它生產的 碳強度 清晰 但運輸 有很多研究 尤其是 在歐盟 那邊 你是通過 管道 還是傳運 大致的理論 就是 如果是3,000公里以內 用管道 應該最便宜 超過3,000公里 就應該用船 比較便宜 但運船 也要考慮 用壓縮氫 激氫 或 Vicid Oxidone Carrier 這是 amonia 所以 你的問題 簡單來說 就是 Case specific 具體 要計算 運輸的方式 用甚麼媒體 就應該計算出來 另外 我會見到 未來 我們應該會有很多 這些研究資源 因為 國家 在西北地區 其實有很多 有很多 綠色的能源 例如 剛才 有很多風能 太寬佛 其實他們的知名 也有很多 都是白白浪費 最近 一些內地的朋友 跟我說 內地的綠色 如果是西北地區 有機會 可以降到 1美元 1公斤 但最大的問題 就是 西北很大 相信大家 有坐飛機 都知道 基本上 如果你飛到歐洲 有6小時 的時間 都是在 中國國土內 飛行 變相 怎樣 將這些資源 可以運到出來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再加上第二個問題 就是 在國家興能發展的規劃裏面 在短期 中期之內 其實都未必會發展一個 管道的網絡 因為他們是去鼓勵 就是當地生產 當地去消耗 是為國家發展的策略 所以 未來怎樣 可以運到一些興氣出來呢 我相信 不只私會 會做這方面的研究 內地 會有更加多的研究夥伴 會去做這方面 更加深入的研究 再加上 就是怎樣運輸 我很相信 香港 其實都有一些公司 都已經在做一些研究 怎樣去做 即不只本地公司 我知道一些國企 其實都在做一些研究 是怎樣更加有效去運輸 興氣 而這方面 特別是興氣 很輕 即是一輛火車 可能只可以運到700公斤的興氣 是很浪費 以及很carvin intensive 那怎樣未來是更加有效的運輸 是應該各個發展 是會非常之關重的 我們今日的發佈會 就是這麼多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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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